不同于大多书店开在热闹的街区 罗布森书虫房坐落在台中乌日与彰化分源的交界处 一直梦想着开书店的罗布森企业创办人汪世旭 在因缘际会之下看见了天乡小学缺乏阅读环境的状况 毅然决然地建造一间如社区图书馆的书店 就在我们的书店前后两边 各有一个属于隶属台中乌日区的西伟国校 还有另外一个隶属于彰化分源且老国校 这两个学校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天乡 然后新住民的妈妈比较多 然后隔代教养的问题比较大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他的创办人他当初想开书店的这个梦想 所以他就决定为了这边这两个小学 提供他们一个好的阅读环境 书店一楼承设书籍供借阅及购买 而二楼的书目宣则作为展示区 并有童书提供借阅 在书店外有一处特别的书呆纸 取自于创办人在东京一处小书店的发想 24小时不上锁 让来客可以自由拿取书籍 其实常常会有客人不知道我们店修医然后跑空 那跑空了之后呢 创办人觉得人家的客人都跑了这么远的路了 那你让他们空手回去好像没有所收获的回去 有点对不起客人 所以我们书带子的书柜的书是24小时都不上锁 书柜的书是飘书功能 所以你不用经由我们的借阅登记或者是购买 那你只要喜欢你就把书带走 除了希望带给儿童与社区读书风气之外 罗布森书重逢也致力于推广台湾文化 不只店内选书以台湾文化为主 也乐于提供场地给新秀作家办新书发表会 希望尽能保存台湾的故事 也能够透过新作品推广阅读 我们书店的话就以台湾文化为主走 就是介绍一切台湾美好的人事物 那甚至当你进来书店 你听到的音乐也都是以台湾为主的台湾民谣 喜悦 闻香 和善 是罗布森书重房最想要传达给来者的理念 在资讯化的影响下 许多书店因而关闭 罗布森书重房却更希望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坚持下去 继续提供最佳的阅读环境 以最短层的来讲 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偏向小书店 真正能够实行到我们所谓的死年不管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在地推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推动阅读的观念 正如罗布森书重房的店名所期许的一般 想象来者皆是一只只毛毛虫 藉由书店提供阅读环境 来者皆能吸收阅读的力量 幻化成美丽的蝴蝶 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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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者